首先我很恭喜剛才我們有個網友 剛才我們有個網友上次問我們那盒燕窩 我就隨口說二千八元 其實我企業都是這樣跟我說的 但後來他告訴你那一塊都錯了 其實你的燕窩現在兩兩這樣的燕棧 九成新即是九成乾 他現在外面賣了脾氣的東西 標八千八 我就標了八千八 誰知道他回來 那個客人就說起那件故事 那時候我打十五會他們問我怎麼做 我打了一個企業 他問你多少錢 他說真是脾氣的 現在外面賣 他說你講的 你說就算了 反正我說為什麼 他說不行 我這盒我都不買給他 沒有理由輸的 他說不要緊 因為這些是舊貨 因為這些是不斷升的 我要恭喜這個客人 他買來送給人 那盒的面穿你看過真的漂亮 不得了 喂 你這盒賣了五千嗎 二千八 哇 我跟他說 你送給人家 叫人家出去裝債 你帶他出去看 現在那些級數的現彈 抵到懶 是脾氣的 你見過那盒賣了 是呀 你見過那盒賣了 是呀 屌你了嗎 說事人彈去標國 說過就是的 好 還有那一年 其實我現在 首先我在這裡說一下 劉花澤才說 現在是第三節 我怕我就不記得說 話說這件事是什麼 有個內地客 去年12月 就是上個月 去到那些尖沙車賣了藥房 我怕我就不記得說 話說這件事 有個內地客 去年12月 就是上個月 去到那些尖沙車賣了藥房 好 那麼 藍店員就說你臉色很差 要吃這隻羊白雞的東西 240元而已 因為這個客人 陸客就說他都很小心 因為聽我很多這樣的新聞 就問清楚 喂 真是多少錢 我現在要買在這裡這麼多 就問清楚 誰知道他一樣是240元 就好了 突然間就極出 把羊白雞 磨粉 然後這個來想太多